中共十八大周日进入第四天 总书记胡锦涛日前表示 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香港明报指出 在距离会议地点人民大会堂 不到两公里的前门胡同一带 到处是多年前拆迁留下的残垣败王 市民们对于全面小康的目标都表示悲观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提反腐 不少官员表态支持财产公开 中国大陆问题专家说 财产申报阻力大 原因来自官员腐败 财产申报法制度等问题 大陆上周发布系列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 但投资人却更忧心 政府不会加速改革 导致大陆股市连跌五个交易日 创四个月来最长的连跌记录 大陆证监会主席郭树清11号也表示 入股近两年来的大气大落 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需要透过专业化理财 帮助个人投资 帮助路股维持稳定 大陆近日展开新一波 现存东北虎数量调查 发现中国大陆境内的 野生东北虎数量仅剩约20只 东北虎是世界十大 并为野生动物之一 目前世界上不到500只 主要分布在俄国远东地区 和大陆东北森林中 新唐人电视整理报导 有纺赁